有一种逆袭叫邓超儿子 他凭长相风靡日本 堪称超帅新二代 等等是邓超和孙丽的儿子 刚出生的前几年 他们对等等的保护工作非常好 就连狗仔队都没有拍到等等的照片 直到等等有了妹妹小花后 孙丽才开始了晒娃模式 我们才有幸见到等等的照片 2019年邓超主演的电影 星河补习班杀星后 邓超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部电影是献给父亲送给儿子的 因此在电影开幕式上 邓超邀请了儿子和女儿参加 这也是邓超一家四口首次集体露面 等等身穿一身帅戏西服 长相不仅酷似邓超 而且还多了几分精致 小小年纪的他输了个大悲头 看起来气势十足 就像是一个贵公子 这种冷冷酷酷的小孩子形象 让日本网友瞬间想到了 动漫灌篮高手里的刘川峰 等等因此在日本迅速窜红 名气不亚于邓超这个父亲 甚至还有许多日本网友 公开喊话等你长大